来源火星宏观 内容提要 5月Top100房企销售总额同比下降40.5% 房价跌幅扩大 居民购房意愿降至近几年冰点 目前的房地产处于下行周期的哪一个阶段 接下来的几年房地产会怎么变化 普通百姓面临历史上最长的房地产下行周期该怎么办 上个月我们宣布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惊人措施 来拯救房地产行业 降首付 降公积金贷款利率 拿出价值3000亿元人民币的收储资金 以帮助清理过剩的住房库存 但之后几周的房地产市场 除了地产经纪人过了几天嘴饮外 忽悠大家政策一出市场火爆之外 不仅没有实质性回暖 价格下行似乎还有所加速 首先是房地产销售继续大幅下行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至5月份 商品房销售3.57万亿元 同比下降27.9% 其中5月份销售7598亿元 下降24.4% 第三方研究机构中止研究院发布 2024年1至5月 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业绩排行榜的数据显示 5月 Top100房企销售总额为3276亿元 同比下降40.5% 30个重点城市整体成交1081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34% 其次是房价似乎在加速下降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月份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同比下降3.2% 二 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同比分别下降3.7%和4.9% 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同比下降9.3% 二 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同比分别下降7.5%和7.3% 下跌幅度均比4月份明显扩大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 5月份 全国大中城市住房租金继续下滑 环比4连降 同比达到7连降 租金均价大致回落至2021年上半年水平 2024年5月 全国大中城市租金挂牌均价为月平米34.77元 环比下降0.48% 环比降幅较上月小幅收宅0.11% 同比下跌1.96% 第三是居民购房意愿降至近几年冰点 5月虽然居民部门新增贷款757亿元 但同比减少了80% 其中与购房高度相关的中长期贷款增加514亿元 同比减少70% 不少读者问三郎 房地产什么时候会探底其稳 房价会有多大跌幅 现在能不能买房 在此三郎统一作答 一 目前的房地产处于下行周期的哪一个阶段 很多人认为 基于前两次房地产周期规律 政府出手就是之后一年左右 即触底回升 这一次下行已经三年了 就是又下了比前两次猛得多的药 是不是很快就会气稳回暖了 的确 这一轮房地产下行周期 从2021年7月份开始 至今已快三年 已经成为我们历史上最长的房地产下行调整周期 但奢望房地产市场很快止跌回暖 显然是客舟求见 原木求鱼 衣食价格还远未到位 从房地产市场的量价配合来看 目前商品房销售量比2021年大约下降了六成左右 但价格降幅不到一成 所以价格下行还未到底 价格不跌到底 这一轮房地产下行周期不会气稳 二是这一轮房地产下行周期的大环境 与前两次完全不同 房地产市场靠什么支撑 潜在的饥饿需求 更新需求 购房人口 经济预期 和债务空间 潜在的饥饿需求 是一切商品市场增量的基础 比如汽车 三口之家的饱和需求可能是六辆 当户均拥有量为一时 还有五辆的饥饿需求 户均达到六辆后 饥饿需求消失 只有更新需求 我们的人均住房面积 从2008年的15.4 2014年的25.4 增加到2023年的41.7% 这个水平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实际上饥饿需求已经消失 总人口已经从此前的正增长转为负增长 新生而几年前即已持续减少 城市化率也从此前的快速扩张阶段 走到了接近停滞的阶段 通过城市人口增加转化而来的住房购买力 实际上已经消失了 债务收入比是衡量有需求 且有购买能力的重要指标 债务收入比越低 客家杠杆的空间越大 购买力对住房需求的满足程度就越高 我们的居民债务收入比 已经从2008年的52.1% 2014年的80.5% 2023年增加到超过所有发展中国家 和发达国家的146% 已经到了债务风险临界点 完全失去了继续加杠杆的空间 所以去年以来 居民新增贷款持续下降 房地产是长期耐用品 居民购买住房后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不会产生新的购房需求 同时 当我国城镇化达到一定程度 居民的住房刚需得到一定满足后 房地产市场的需求量会出现断崖式下跌 其中 数量最大的刚性需求快速下跌 而改善性和投资性的住房需求 则更加关联房价预期 在房地产市场低谷期 会报复性压缩 上述数据意味着 实际上2021年 就是中国商品房市场规模的天花板 房地产市场要求更长的下行调整时间 为今后房地产市场稳中有增 跌出必要的空间 二 接下来的几年 房地产会怎么变化 飞得越高 摔得越疼 由于前些年房地产扩张太过凶猛 接下来的几年 商品房的下行调整 可能会比此前三年更为惊心动魄 一是新房成交量将继续萎缩 但下跌幅度逐渐收窄 二是二手房销售量补跌 前期由于存在新房与二手房价差 一些刚需购买力集中在二手房释放 接后 因二手房挂牌量持续增加 购买力持续减少 二手房成交量跌幅将显著扩大 三是房价补跌 房屋成交量跌到一定程度 必将带动房价同步下跌 房价累计跌幅 至少要达到成交量累计跌幅的三分之一 四是法拍房数量急剧增长 由于房价持续下跌 实际就业人数萎缩 实际工资下降 断供人数大幅度增加 房贷诉讼案件急剧增长 法拍房数量随之急剧增长 三 普通百姓面临历史上最长的房地产下行周期 该怎么办 房地产下行是资产价格的重新整理 也是社会财富的重新调整 理论上讲 配置的房产占比大于平均水平的人 其资产缩水更大 实际上只有一套房的人 其实没什么影响 因为不管涨跌 你都只能居住 无法变现 第一 有多套房的该怎么办 由于房价还处于下跌周期的起步期 很显然 拥有多套房的家庭 将因房价的持续下降 而面临严重的资产缩水 要减少资产损失 唯一可做的 就是尽快处理掉多余的多套房 第二 有房贷的该怎么办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 投资预期和风险评估 在过去两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各种投资的回报越来越低迷 许多家庭希望提前偿还贷款 国际金融报记者书里发现 目前已披露的21家A股上市银行 2023年年报数据显示 去年末有15家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较2022年末出现缩水 其中 六大国有行 缩水约5166亿元 至26.43万亿元 较上年整体缩水约2% 4月份 全国抵押贷款提前还款率 创下37%的历史新高 反映出居民对比计划 更快地摆脱财务负担的兴趣 日益浓厚 提前还款率下降 反映了家庭区杠杆化的客观趋势 由于房地产市场尚未触底 家庭部门的区杠杆化趋势将持续 第三 没有房子的怎么办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根据50成的数据 对50成的租售比 租金回报率 售租比 租金收入比进行测算 核心结论是 截至2023上半年 我国50个样本城市 平均租金回报率1.91% 远低于2021年 国际65成 租金回报率均值4.12% 也低于房贷利率水平 租房还是买房 理论上 不计算资金利率 当房价上涨时 或者房价下跌幅度 低于租金回报率时 买房合适 否则 租房合算 如果计算资金利率 当房价涨幅利率之后为正 或者为负 但小于资金回报率 买房合适 否则 租房合算 目前的情况 利率两倍于平均租金回报率 加之房价继续下行的空间还比较大 很显然 没房子的人 租房比买房更合适 请示範 dominЕТ 不喜欢 bh 呀 这 诶 这 等 丗